魏无羡虽然非常宠爱几个小家伙,但该严厉的时候还是很严厉。 他经常严肃地对几个小家伙说,你们可以不去云深不知处学家规,但是身为蓝氏嫡系子孙,蓝氏家规必须会,虽然我们在这不用遵守家规,但如果到了云深不知处,家规是必须遵守的,回头让你们爷爷给你们一人一本家规。 你们先看看,知道了阿爹几个孩子都兴致缺缺地回答。 蓝望鸡感激地看着魏无羡,他们生活在无羡山,但是魏无羡常跟孩子们说, 无羡仙山和云深不知处都是我们的家,只是我和你们父亲是无羡门门主,所以我们在无羡仙山的时间多一些, 但你们要记住,你们是姑苏蓝氏之人,云深不知处也是你们的家, 他的魏英总是那么善良,总是替他考虑,虽然他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蓝氏二公子, 但是他的魏英经常带着孩子们回云深不知处,告诉他们,他们是蓝氏子孙, 在外不能失了蓝氏家风。 几个小家伙也很懂事,不管在无羡仙山多么放纵,但只要回了云深不知处, 也尽量不去违反家规,蓝杞人每每都十分欣慰,觉得他们不愧是蓝氏子孙。 蓝西辰,魏无羡等人都呵呵一笑,他们几个什么样,他们比谁都清楚, 这几个小家伙因每次回来只住一两天,所以努力地克制自己, 如果让他们长期住在这里,恐怕又将是另外一番光景, 尤其是蓝云和蓝宁,肯定会把云深不知处闹翻天。 蓝云第一次看到蓝氏家规时,跟当年的魏无羡一个表情, 说了同样的话,这么多。 亏了我没长在这么可怕的云深不知处,蓝宁也使劲地点头。 真不愧是血脉相连之人。 无羡门虽然有厨娘,有门仆,但蓝旺鸡为了魏无羡和几个孩子能吃得好一些, 也时常自己做饭,为了不让别人进去,他与魏无羡的卧房。 他总是自己收拾望羡居内的净食,每天还要给魏无羡穿衣洗漱。 一日吃过饭,蓝云终于忍不住问, 阿爹,为什么总是父亲做这些,您不去做呢? 魏无羡白他一眼,怎么? 心疼你父亲了。 蓝云,我们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只有父亲一个人做,您不做。 魏星也帮着说,阿爹,您教育,我们要互相帮助,互相有爱, 为何您不去帮帮父亲? 魏无羡真想把他俩揍一顿,嫌你阿爹不干活。 但又不能,因为孩子们说的都对,只能耐着性子解释,因为你父亲是阿爹的道理,所以他做这些是应该的。 魏月忽然说道,那阿爹,要不您再多找几个道理,让他们干活。 别让父亲干活了,蓝云也十分赞同,是啊,阿爹,您再找一个会做饭的道理,一个会收拾屋子的,一个会按摩的,一个会弹琴的,这样父亲就什么也不用做了。 只陪着我们一起去玩,其他三人都点点头,觉得蓝云说得对极了。 魏无羡听后,笑得肚子疼,哈哈,哈哈,你们这话可千万别让你们父亲听到,哈哈,笑死我了。 四人异口同声地问,为什么? 蓝旺鸡刚又做了甜汤,走进静室,听到什么? 放下手中的,蓝宁高兴地跑进蓝旺鸡怀里,父亲,阿姐说, 让阿爹再多找几个道理替您干活。 蓝旺鸡越听,眉头皱得越紧,魏无羡却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。 蓝旺鸡把四个孩子都叫到跟前,一本正经地说道,道理只能有一个, 而且也只有相爱的人才能成为道理,你们明白了吗? 所以,你们阿爹的道理只能是我。 四个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哦,因为此事。 蓝旺鸡让几个小家伙在旺县居院里的书房里练了一下午的字, 几个小家伙几次想出去玩会儿,蓝旺鸡都没有允许。 魏无羡躺在蓝旺鸡怀里,蓝湛,你说你幼稚不? 他们四个根本不知道道理是什么意思,你说你跟他们治什么气? 他们这样说,也是因为心疼你,你应该感到高兴。 他们四个加起来才十二岁,你多大了? 加上上一试,你四十多了吧? 魏无羡一个人叙叙叨叨,蓝旺鸡始终一言不发。 蓝湛,你回句话,蓝旺鸡怎么会不明白这些道理? 就是一听几个孩子说让魏无羡再找几个道理, 虽然只是说说,但他的心里还是很痛,反正就想罚他们。 魏无羡抬起头,竟见蓝旺鸡十分委屈地嘟着嘴,眼中闪着泪花。 魏无羡赶紧坐起来,蓝湛,你别哭,你怎么哭了? 你明知道我们会永永远远在一起,你干嘛还哭? 嗯,就是觉得委屈。 魏无羡拥着他,开始亲吻他眼中的泪水。 不一会儿,蓝旺鸡就站了主动,紧紧地抱着他的腰,狠狠地吻着他的唇,仿佛要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,渐渐地两人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。 魏英,我想要你。 好,蓝旺鸡给蓝云传了一个信息,你们去玩吧。 晚上跟丝锥哥哥他们一起吃饭,等我去接你们。 收到信息的几个孩子,蹦蹦跳跳地去找丝锥和景仪了。 发完信息,蓝旺鸡又挥手设下结界,两人的双唇始终都没有分开,衣物飞落一地。 二人从外室一直坐到卧房,从日中坐到日落,一次又一次,不知疲倦。 整个境世都是二人欢好的痕迹,在四个宝宝即将四岁的时候,蓝旗鸡与温情的儿子出生了,取名蓝义,自云书。 聂怀桑与罗青阳的女儿也出生了,取名蓝绵,自灵若,取自,斯灵则西云高木。 怀兰英西把穷若,灵指女孩灵动之意,赋予女孩婉转灵动,钟灵欲秀。 望线一家人和聂怀桑都在韩世围着刚出生的孩子,几个小家伙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孩子。 蓝宁开心地说,大伯,她长大了,是不是要叫我姐姐呀? 蓝细沉面带微笑,是啊,蓝宁排着手,太好了,我终于做姐姐了,其他几个宝宝一人一句。 父亲,她好小呀,嗯,你们也是从这么小长大。 阿爹,我想抱抱她,不行,小弟弟太小,你也太小,万一摔了呢? 等她大些再抱,好吧。 阿爹,为什么伯母不一下生四个宝宝呢? 生一个太少了,都没有人陪她长大,魏无羡被逗乐了。 噗,这你得问你大伯,大伯,为什么呢? 因为一次生的宝宝多了会很累很辛苦,那阿爹那时候岂不是很累很辛苦? 是,所以你们要听你们阿爹的话,多心疼你阿爹,知道了,父亲。 魏无羡对着蓝细沉来了一句,大哥,你看聂兄也有女儿了,你要努力,争取下次也来个女儿,许是被魏无羡打去惯了,蓝细沉竟然回了一句,好,反倒是魏无羡不知道如何接话了,魏无羡觉得如果蓝氏没有家规,蓝细沉说不定比她还会说。